还要告诉您南加州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 为了帮助低收入户的学生筹款上大学 11月18号要举办盛大的慈善晚会 精彩的任务有哪些呢 我们请记者罗瑞玲告诉大家 瑞玲 为了帮助更多的低收入户家庭学子顺利上大学 因此决定在下个星期六 也就是11月18号再扩大举办慈善晚会 那这次的规模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们来听听主办单位怎么说 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战斗机的体验 如果是心脏好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上这个战斗机 实际飞机的话呢 它是上面本来是11个位置 但是我们不希望坐满嘛 就是8个人 那8个人呢 就是大家可以share这个cost 然后我们来标就一次出去是一天 从这里洛杉矶到Arizona 然后再到那个Las Vegas吃个晚餐 然后回来这样子一天我们近拍 除了刚刚会长提到之外呢 这次表演项目也相当多 这次他们也邀请到了 立陶宛国家级的花式六兵选手 让我们来看看他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演 透过一点称的活动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可以筹到20万美金的奖学金帮助更多的学子上大学 而陈坚华人商会基金会也表示 这次是首次向社会大众募款 希望社会大众呢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官网查询 以上是东西新闻彭迪罗瑞玲在耳湾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